五三年的压力 还是收敛了一套 过那年了 穿皮鞋 还有穿包子 轻易地砸到皮袋里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压力这一块 我们走出来的 有十五位元素 你看周城楼 零六年走了 能宽 约是金年周的 两代一新都放下了 北京的老压力 就剩下我们几个了 什么放下放不下 一辈子 这十年 搞研究 都为了这个做完了 听说 干钻 就是压力的说法嘛 这一年 这年是 115th birth anniversary 我的父亲 Dr. He Fongshan 我来到了 again to commemorate him and to sweep his grave 78年來 我爸爸做了一切很可爱的 就逃避全球的 Jews 在周刊 II 我經常会問 what motivated him to do this to save complete strangers 答案可能属于他的生命和他的信息 那是他的教育他收获得 YALI,当他退出了从YALI大学 在1926年,他说 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 但我让我成为YALI做了一个男人 这是我第四次来非洲了 这一次就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目标 想在这里建一所高中 我十岁的时候帮妈就带着来非洲旅游 回去之后就一直问不了这地方 从而身为人 为什么鸡巴拉的孩子要活到这种地步 他们为了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一些笔,一些文具什么的 就会放弃所有的秩序 放弃一个人的尊严 我个人觉得吧 能够评价公益的唯一标准 其实就是它最后的一个效果 它的有效性 接受公益是不大有情怀色彩的 但你遂见你必须身体力行去完成的繁琐工作 这过程开始会让人觉得心很累 一开始是本着非洲情节来的 但是到现在抛下那些感性 和看新鲜的那种感觉之后 剩下的才是我真正坚持的原因吧 暑假过完就高二了 要回雅里兰就蛮开心的 今年十月份我会带两名鸡巴拉的学生来雅里 一起参加校庆 一直没忘的就是雅里的乡张 进校门的那段上坡路 还有操场的跑道 每天都在乡张下练田径 印象特别深刻 雅里的老师对我印象很大 他们除了教会学生们如何答题 还会跟学生们聊天 聊电影 戏剧 摄影 还有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以这也培养了我潜在的意识吧 并且对学生们都很包容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老师 我现在拍这补装戏 这太文奏奏了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回到雅里的课堂上 好好让语文老师再教教我 每天 与不同国家的人士 共商如何面对这个长期挑战 很多人说困难无法避免 我想总有办法 无论是雅里还是耶鲁 都告诉我要有批判性的思维 创意性的痛 我高中是生理班 边干竞赛边参加学校管弦乐队 我很喜欢跟耶鲁的外交们聊天 他们跟我说国外的事情 所以我从那时开始 就对不同的文化有好奇心 生活的容量很大 多去接触 把自己放开 刚来美国的时候 很多人把我定义为中国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 清明 我不在乎那些别人给我的账 我只希望我自己就像海绵一样 一直在吸收 吸收我身边的环境 吸收我所看见的事物 吸收与我所交谈的人们 吸收着我自己 在雅里大了六年 学到最多的就是为自己发声 传统教育告诉我们 Say Yes 但在雅里的经历 让我明白Say No更重要 从舞蹈到视觉艺术 我只想删除边界的概念 我利用更广乎的媒介 只为在大千世界里 无止境地玩耍 创作 anywhere anytime anything with anyone 我是雅里最后一届初中编制 初八十一班 回忆起来 在雅里读书的日子 时间总是很紧 想完成学业 但是又不想抛下赛车 每一回刚脱下头盔 又得掏上校服赶回去上课 赛车 应该陪伴我有十多年了吧 我想是他提醒了我 什么是责任 担当 还有对生活的激情 我最感激雅里的 就是他用六年的时间 教会了我一个态度 如果我想去做一件事 那我就去做 因为没有什么 比成为自己更重要的事 能力让你难以免得任何问题 能力让你免得任何事 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